5、4、3、2、1 天黑请闭 方黎师请举手示意 方黎师请放手 守卫请睁眼 请向我建议要守护栏枪 守卫请睁眼 老人请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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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的战术决定继续目标 看不见 静晨 看不见 看不见 脑 arrive 由黎师 看有什么 顺利 不会 生 那 一 看不见 ir 有什么 好,二十二起便,呂吴請正宴。 正宴,剛好人家被擊殺,使用幾奧線給出小事,使用多奧線給傳課碼。 呂吴請正宴,獵人請正宴,請確定正宴的狀態,獵人請正宴,機械狼請正宴,請選擇模仿的目標。 請選擇模仿,請選擇模仿,請選擇模仿,請選擇模仿。 方琳失請正宴,請選擇模仿的目標。 帮你失去的席地人 上景玩家请在5秒之内举手示意 5 4 3 2 1 天亮了 本球系除5号玩家外 其他玩家上景 上景玩家天亮红灯 随机点 亮不灯 随机点数6游 6号玩家看神秘区发言 4号玩家正好发言准备 6号玩家请发言 我是通灵师 然后验了10号玩家 底牌是老夯 老夯 应该不会是机械狼枪吧 10号玩家 然后景会就这怎么样 5号玩家看投票 投给我好人 不投个我大概的狼 然后景会留的话 4 第1张4 第2张12 第39 4 129 OK 这是逆时针顺序 留个三张吧 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起跳 然后验10的西部际城市感觉挺久没有验过10了 挺久没验过10了 就验一下 然后也没想过验出来是啥会怎么怎么样 就是比如说验出来狼会不会不好意思 没有不好意思 第三把验个狼挺好的 就直接让他出去 然后或者 反正就是验狼肯定是比验精髓来的爽一点 我最怕的其实是验平民 验平民是首先没力度 其次他 他这个人 你看现在我给他发恋 他都不一定诞兵我的 你知道吧 就是验平民 他就不诞兵我的可能性 肯定是比验猎人不诞兵我的可能性 是要大很多的 所以我本质上是比较 第一希望验狼 第二呢 那希望一出身份 第三呢 我就肯定是希望最后一盘 周五的最后一盘 自己可以稍微 其实我输赢没有那么在乎 但我希望我自己的血压 能自己守护住 你知道吧 但通灵师这个牌和这个约家这个牌呢 血压有时候不那么容易守护 你看一般好人吃抗队 其实都还比较稳定的 但是通灵师有时候 被打的就有点难受 然后我希望啊 我这发现的时候 因为打到第三局 大家可能会比较累 尤其是打完那个傀儡板子 有可能会没有那么能够听清楚 但我还是希望大家稍微仔细一点 对跳的发言至少 稍微仔细一点 认真去听 真不想战免我呢 你拿一些正当的理由来打一打 因为这样有便于我分辨 你是站错的好人 还是个狼人 当然你要是也可以学一下 那个以前那个三号演讲嘛 他可以用那种很疯的发言 让我没有办法给出定义的也行 也行 好吧 然后至于 我肯定得查路不缺啊 反正先出来发言嘛 第一个发言能发点发点 你们觉得我填充也没关系 还有是什么 还有就是 呃 我点的狼坑 我会明确点 我会明确点 好吧 比如说我假设 比如觉得五七是两个狼 我就会说 剩下的牌呢 甭管对话也好 拉票也好 回答疑问也好 不代表觉得他是好人 可以吧 呃 我当他是好人 或者他本身是个狼 我是说给外面的人听的 哇 我这个假叠的有点厚了 假叠的很厚了 我是反正希望好人 本剧游戏能够站对边 好吧 毕竟是周五的最后一局 然后也希望那个 大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ending啊 然后那个 我通灵师验了十号演 底下还是一个猎人 嗯 过了 四号嘉心发言 呃 谢谢玉米哥 我觉得六号玩家挺像的 就是感觉是真的 就是 就是说话那个严谨一点 真的就是 知道石的底牌是个猎人 有可能是一个狼腔学了 石只有这两种可能 但我偏向于 他是一个通灵师 然后真正的验了石 不是一个小狼 给石博身份 然后觉得聊的还挺好的 心态啊什么的 确实打到我了 说什么周五的最后一把 希望好人都站对边 正好验了一个猎人 我觉得 开白之前我抿他 我觉得他也挺阳光的 就不太像什么坏人 所以我可能先 站边一手六号 但是 感觉也不太会是单边 因为这个力度挺大的 如果让六号单边的话 狼人很难 觉得六号会推错人吧 所以还是得听一下对跳吧 可能后面是对跳 或者是双抱 四号玩家 盗国狼啊 直接给你听盗国狼 好吧 站边六 你说的那些理由 我根本都不充分 我给你来个人性的 六给陈俊杰发的多少真金水 陈明君不可能是假的 而且猎人 就是怕他不信 给他发个金水 他还要想 直接给他身份包出来 钢铁站边六号 钢铁 好吧 没了呀 对吧 四号玩家 支支支吾吾的 要么是就心里这么想的 不敢说 要么就盗国狼 觉得不行了 先勾着 好吧 四号玩家不好 我是真觉得你是狼 不是乱打你 跟你打我 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好吧 我是建议狼队别跳了 别跳了 这潜之未发猎人 这力度真的太大了 好吧 四号玩家 我帮你站个边嘛 我怕你万一心里还有 我作为外周围的第三者 帮你 我觉得六十三个 行不行 别的没有了呀 五号玩家 五号玩家 这个票肯定上给六啊 我不行 五号玩家 这个是个狼 这个票还能 还能硬着来 这个才那个 你打六的通灵十家 十的猎人 对吧 唯一唯一可能 四号玩家 这点倒是说的对的 六十个什么机械猎人 这也太炫了吧 这谁知道啊 这狼凭杀知道 六十个机械猎人 后面就不跳了 那也不对 没道理啊 对吧 好像也不是这一款 我感觉都挺好 没了 二号玩家 请发言 谢谢花开的投食 谢谢托尼肉末的投食 谢谢卢卡斯的投食 谢谢小胖的投食 谢谢托尼肉末的投食 谢谢十一的投食 谢谢小学生的投食 然后我没办法那么快给出六号玩家是或者不是 因为我只听了六号玩家一个人发言 我这把 因为我很害怕这把再听错 那个好人同伴的发言 所以我希望这把听发言仔细一点 上马听错七号玩家发言不好意思 这把会认真听 这把会认真听一点 所以没办法立刻给出六号玩家 但是我觉得六号玩家像的面 其实不是六号玩家自己给出来的 反而是三四很快地要去战边六号玩家 我反而会觉得三四里可能开倒沟 想战边六 六是个通灵师 就是我觉得六号玩家通灵面是被三四拉上来的 然后三四两个人独立发言 四没听出来 三号玩家说四肯定是个倒沟 所以我就会觉得三四里可能有蟑螂 然后六比较像通灵师 这是根据三四发言得出来的 然后我自己是好人 我想听听后志威对比发言吧 虾没了 然后过点 一号让他先发言 我占面聊 我也觉得他挺像的 你怕他是机械枪 我觉得他就直接给外志威扣茶杀了 或者挑个像狼的发平民之类的 他想出局嘛 他又不会给猎人发猎人了 就是他如果是机械狼枪 那通灵师一定知道他是个机械狼枪 对吧 就选择外志威出 然后就选择外搂 然后六吃毒了 我觉得他学个机械猎人应该是会外志威发生的 就选择你 没关系 站错了 几个下我回头超快 反正我听完六 我觉得六很像 打错了就打错了 前面都占择他吗 我也没听出来啥 除了二 他说六不一定 他说要听后志威 这三四 三也不能做六的两同伴 三说六太想了 四十倒勾了 但四想的跟我差不多吧 反正第一轮二三四就不给定义了 听完对跳再说吧 我觉得他挺像的 不可能发爆你身份而已 你别往那一万个表情也没有用 我过了 上号再去发言 我觉得六还挺像的 然后我的看法跟二比较像 就是六的面其实是三跟四拉起来的 因为三跟四给我的感觉就是六一定不可能发爆 就是比较像 给我感觉就好像三四里面 比较像有一个倒勾了 然后觉得六一定是同龄师 然后他一定不可能发爆这个身份 我没有听过十的发言 我没有办法一定觉得六是 但前面一二三四里面 我自己会觉得一二的听感比较好 特别是二号 跟我对那个三四的看法比较像 我觉得三四里面 有可能开倒勾了 然后开倒勾的可能性 有可能是四号吧 因为三号是用人性流 他说人性流去战边的六号 然后四号说的是 四号用的是 六号不太可能是一个机械狼枪 然后觉得有可能是发对了 所以我觉得四比三要差一点 然后我二比三要好一点 一的话呢 没有听出来一定是什么 因为一的话呢 对前面二三四完全没有点评嘛 所以我觉得二在我这边 听感最好 然后我目前也是站边 对好 我自己底牌是一张好人牌 然后我这把的愿望呢 就是活两天好吧 我想活两天 然后我过了 十二号叫夏夏 收到了 卓妍投来的鸟龙留言说 大师赛的边角料 水友局的小骄傲 加油冲冲冲 感谢卓妍的鸟龙 谢谢 谢谢卓妍 同时十二号叫夏夏 收到了夏夏粉丝会员会 投来的鲜花 香槟盒的那个 留言说 给镜头看一下 留言说 夏夏加油 祝大师赛顺利 未来可期 感谢夏夏粉丝会员会 谢谢 同时十二号叫夏夏 收到了卓妍投来的鲜花 留言说 听说高血压之神 不能无处不在 所以创造了夏夏 预祝大师赛首秀 别太离谱 碎碎平安 感谢卓妍的鲜花 谢谢 十一号要去发音了 我觉得六还蛮像的 然后十二玩家 一会儿如果说他身份发暴了 你倒没说啊 然后那个 十二号求生欲很强嘛 对吧 你第一把其实已经做到最后了 你第二把是被手刀砍死了 你呜呜被变了没办法 那你这把说你多活两天 很像狼人的求生欲 开拍迷你也有点像狼人 因为你也很高兴 你跟二号一样 我发现你们拿完都很高兴 就是笑得合不拢嘴 是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那么高兴啊 所以十二我没有一定听见 然后前面一三四 好像都比二号要强一点 二号是 其实花了一个小圈的 他说我没有办法像你们一样 直接给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要有一个篇 你觉得六像或者不像 它不像点在哪 你没有办法直接给它点在哪 你也不点 你就说我没有办法像你们一样 直接给 那所以怎么怎么样 所以后面 我是觉得如果前面全部占面六的话 六如果为通灯师对跳的也不是七号 因为七号如果夜里定了七号跳 前面狼 拳刀狗 应该不太会吧 应该也不太会 所以我是觉得六这个力度是蛮大的了 厌食猎人这个力度是真蛮大的 然后别的就没跳 我觉得十二跟二 小于一三四吧 就是我给前面的对应 我觉得六还蛮像的 我过了 十号哪几块 谢谢头师啊 谢谢 是齐悦也是呆呆 谢谢一宝 谢谢豆包 谢谢 Q拉Zino 谢谢一宝 谢谢海皮 谢谢 米思许 谢谢文盲 谢谢 卢卡斯 谢谢甜品达人 谢谢你们 我是猎人啊 六号玩家太深熟了 你给我报个金水 我还能不占编 你打 你能不能报具体身份 太 你看 我还能不占编 你吗 真是 我觉得三号玩家 不太好 试图搬出陈某节 来让我跟通灵师产生嫌隙 是吧 想得美 我跳身份 钢铁占编六号 出他之前先出我 然后我觉得一号比较像好人 听得比较像好人 因为他好像 他甚至都觉得有可能会站错 说景下回头超快 我觉得心态上挺像好人的 我尝试带入了一下 他们发言的视角 感觉一号像是好人吧 还在有那么一丝丝的犹豫 其他没了 我觉得三四大概率要出浪 我觉得三号挺像浪的 还帮我站上边了 平时站边率也差不多吧 咱们也就 你也就是先发言 不然我走 他不用的 我在他之前我就说 我先站边六号了 我说明都跟他低上了 其他没啥了吧 那谁也听不出来啊 你咽个茶沙 你一会你咽个茶沙 哦不对 你咽个精水一会 你得咽个精水 不然哥们接紧灰了 我看八九表情挺凝重的 说不定还有转机 我先逛了 你咽发言 叫号那请发言 凝重是肯定的呀 因为大家都站边六 肯定凝重呀 等会儿狼人会反制我们的呀 然后不要在这张桌子上 提我勾哥的名字啊 干嘛老师提我勾勾哥呀 站边肯定是站边六啊 然后我是好人 这把真的不想出 然后十二号我古籍 得会儿真的会接紧灰 然后我是好人 然后希望你能把我认下 我也觉得一是好人 一六九十我们先绑住好吧 一六九十四个人绑住 我也没觉得一一向狼 你你作为恋人 你也觉得一向好人 那我们都认为六是通灵师 这四张牌先排掉 好了剩下八个位置 找四个狼 我们再加加油 然后呢 那听听七八发言吧 我就作为好人 我许愿一首 不要有什么女巫 呦 我举报一首 女巫 女巫大人 饮水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坏女人 白天在那闽牌环节 在那刚刚刚安排 老人自刀呢 我是清楚的看到了 女巫大人 我举报一下 留意一下自己的饮水 希望女巫别中刀 希望好人能赢吧 然后感谢个头十 感谢小新快跑 感谢莫小薇 感谢卢卡斯 感谢米尔梅花 感谢莉莉亚 过点 8号呢 谢谢发言 谢谢 谢谢祈月宝宝 谢谢木清新 谢谢陆克 谢谢三浪 谢谢机械 小机械 JY 谢谢Lio 感谢孤城 感谢咪咪 感谢卢卡斯 感谢玉成 谢谢大家的头十 然后那个 那怎么办 今天就七八PK 因为七号玩家如果不跳 他就要说 我是那个原始不跳的位置 他要跳了 我还有可能做个机械狼 因为我觉得六号玩家是同龄师 所以这个位置 但他也有可能 七号玩家是好人 前面有狼没跳 那我先给他丢个水包 测试一下他的弹性 但是我说实话 我觉得 其有点像狼 是因为我觉得 十一号玩家是狼人 不是因为你跟我 战边同一个同龄师 因为你的发言 你说你觉得六号玩家 是同龄师 然后你觉得他说后这位谁会起跳 你觉得七号玩家不会起跳 因为如果七号玩家起跳的话 七号玩家夜间安排的格式 知道七号跳 狼人肯定不会全部都战边六 去倒钩 那如果一会七号玩家真的跳了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 警下的发言就会是 因为我觉得七号玩家 是狼 夜间说自己跳 狼人不会都倒钩 所以前这位的所有牌战边六 那我就会认为七号玩家 没有队友 所以七号玩家是真统龄师 就是会给我这个感觉 我觉得夜间很像 十一建国旗 七要跳 所以十一号玩家 提前用这个方法 为七号玩家铺路 因为我觉得你的视角 开的有点多 就没get到你怎么会有什么 七号玩家如果跳 不会跳 你想的太多了 鬼鬼 你拿好人 你管前面就行了 你还管后面谁跳 视角有点超前 所以我怀疑一下 十一的侧面 我会觉得他们起见面 但如果我一会听 七号玩家是个好人 那我这通就是全是我多虑了 多虑了 然后那个我是好人 我听一下七号玩家 根本跟六号玩家跳 但是我认为六号玩家 无论状态还是发言都还不错 暂时没有找到什么很像老的点 但同理六十狼 我觉得也可以命到十十猎人 我觉得也可以的 只是我觉得他发言还可以 你觉得很像老吧 过了 三十秒 七号玩家请发言 这也是呆呆的这个投手 验了那个十一号是金水 然后 然后那个 景辉 先验 景辉不验五了 不用验五 我验个 三吧 验个三 再验个 这随便瞎留一个一号吧 就是验三验一 然后我认为六号玩家 是那个鸡血狼枪 然后八号玩家 是原始起条位 我今天会出八 牛 独六 独六 然后五号玩家就看投票 验三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三号玩家 你要说他偏好的点 他是盘出来 有可能六号玩家是机械狼枪 但是他太着急把四号玩家打到六号团队了 我觉得四号玩家不太像老 他那个位置说四号玩家倒钩 他就特别着急把四号玩家打进六号玩家团队 所有验验散 三号玩家这个水平现在 不是就是说最近的状态来讲 我真的不太好定义你是什么 所以我就验个三 一是纯没人验了 就纯没人验了 不知道验谁了 就随便留个一 还能有什么聊的 没了吧 没了 因为八号玩家那个位置已经非常防守我了 所以我今天会先出八 然后独六 大概就这样 验十一也没有什么 为什么 就是 就是验了 好吧 其他就没了 我就过了 请上发结束 吞水自暴环节 五 四 三 二 一 柔车请上人家 六号 七号 请请下人家做好投票准备 三 二 一 请出票 五号 投票给七号 七号人家当选警长 其他人家请来蓝灯 所以 平安夜 请警长组织翻顺序 请路 请右 六号 或八号 六号 请发言 我先给我的 我觉得 很 可能不是狼的定义 不是宝 能能宝的只有十号 然后我觉得你十一号 你可能不是狼 因为七号 今天给的是 六号是狼枪 八十元是七号位 也就是他是想推一把 八号井井上 至少是站边我的 但他要推一把 我不排他们两个狼 互作身份 那不就是为了 想拉你的票吗 因为八号打了你 所以你的这一票 有可能会在他的手中 对吧 他想要做 狼人想做的事情 想扛对好人 那不可能只靠自己狼 常常只有四张狼 甚至还有一个 机械狼 不一定搞得清楚 所以要拉好人的票 所以你的发言 至少从七的发言里面 不是很像狼 就第一个点 第二点 你可能不是狼的点 是你在井上去 锁到了二这个位置 我觉得二的发言 的确是 就太滑了 你是好人 我哪里 为什么就不能 让你站边 哪里我的发言 让你需要保持 谨慎的看待这个事情 你好像没有聊 所以十一号你能聊到 二号人家 我觉得十一号人家 在点前之位的 发言的情况下 也像好人 这是两个点 你可能不是狼 同样的 因此我也就觉得 二号人家前之位 发言比较像狼 我验的话不会验你 会验十二号人家 因为十二号人家去说 说什么二号人家 跟他看法一样 那我脑子里面就会想 你有没有可能是机械狼 传递信息二十狼 有没有可能这种事情 你说你跟他看法一样 或者你是个 本身搞错的好人 保了狼 又或者 其实我全部都搞错了 这些事都是有可能的 但我不会去验二了 因为一二三四里面 发言最让我反感的 其实就是二号人家 怎么就不能直接占编我了呀 我对任何一个 马上说 二号人家发现真好 我就钢铁占编 我都很喜欢 就是倒过来 我也很高兴 如果二号人家能够给出理由 其实我也可以 就是不那么觉得 他可能不一定是好人 但你没有给理由 我觉得不给理由的 我都不太行 然后而且跟你一贯一来的好人 玩法那种 给逻辑占编的玩法都不一样 然后我会验十二 那今天肯定是初七 我不会去盘什么 什么七号人家 是什么机械狼 我不会盘 我就觉得他就是夜里 准备喊跳的小狼 因为如果他不是 见过面的话 我觉得狼人早就打双爆了 早就打双爆了 真的懂吗 不可能让我拿警卫 准备打什么深推 我虽然不是天花板 但是我推个狼 应该问题也不是特别大的 我觉得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期盘就夜里小狼 那我好像可能 景下出面了小狼 是不是小狼大狼 无所谓 反正他不站我边 他是狼 所以今天是初七 独五 然后我暂时 打死的狼是五合七 打死狼是五合七 然后觉得有可能 是狼的是二号玩家 然后我想要去 窥探他底牌 想知道到底是啥身份 是保过二号玩家的十二 我把所有的位置都点清楚 然后其他 把十一单拉出来 拉是我觉得他是 点对得想骗你 想拉你这个票去投八的 然后其他 还有谁 还有谁 没有谁需要特别拿出来保吧 好像没有吧 至于所谓的什么三四 什么倒不倒钩的 在我的边 别乱打就行了 有什么好乱打的 不是没什么好乱打的 只是说你们前这位发言 发的让我想起来 一个比较好笑的事 就是以前果冻说的 我要先打下别人 这样我身份就高了 你三号玩 你不也是感觉 有点这种意思 他没打你先打他 后面都说四号玩家 有可能知道 你可能不一定是 二号玩家说三四名 说倒钩 二说你身份马上变高 一个连环打 那肯定不行 就正常站边 没有必要那么着急去找狼 等边搞清楚了 再去找 好吧 先找冲锋 再找倒钩 然后我的位置都给完了 今天是头七 你如果晚上 麻烦读一下五号玩家 然后我会去验十二 你们可以再听一下 二号玩家发言 确认一下 到底是不是 他是不是五七的团队 好吧 只要一轮 我觉得他没有特别好 过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嗯 其实紧 我是紧下那张牌 我是好人 那个紧上三四 这一圈发过去 那个我的思考量是 要么六 因为当时几乎 到了八发言那个位置 六就是发 八十的猎人 没有人说不是吗 只有四号玩家 还留存了一个 那个六号玩家 也有可能是机械狼枪 小狼不跳的思考量 但这个思考量 在我脑海里 一直是一个种子 它一直是存在的 因为六号玩家 在我视角里 是可以做这种操作 所以我也会带着 另外一种思维角度 去听紧上人的发言 就是有没有可能 有一个是六 如果是一个机械狼枪 那么有没有一个 原始起跳的小狼 在等待他的那个指令 之类的 所以当六起跳的时候 我会重点去观察 所有人的表情反馈 然后我有看到 就是陈如前面有谁聊过 就是八号玩家 确实表情略显凝重 所以再加上八的发言 他对七的防守动作 是极其大的 大家就紧上听的发言 很清楚 他说哎呀 那我这个位置 只有点死七了 那个 就是 这他的发言意思 就是轰托六 是单边通灵 就是 其实他想逼七 哎 你就是 是狼了 极其压榨七的身份 所以我觉得八是一个 仅上六的原始起跳位 就加上一些表情反馈之类的吧 所以我觉得八是小狼 然后七号玩家 莫诸位聊的那个逻辑是对的 还有一点是逻辑层面的 这是我观察的反馈层面的 还有点是逻辑层面的 就是八号 七号玩家发的是十一金水 也没有发具体身份 这是我觉得 这起码在这个板子里 在我这反而是一个挺加分的项 然后 还有点重点来了 就八号玩家在锦上 很多人都没有点评 他重点踩的是十一号玩家 他觉得十一不好 那么十一号玩家 锦上给出的逻辑拆解是 他觉得二不好 二是一个画圈的牌 他保的牌是一三四 对吧 然后锦下六号玩家的发言说 他也觉得二不好 那他对十一号玩家是没有拆解的 那锦上的构成逻辑 我觉得八跟六是共编的 所以七号玩家说 六是狼枪 他学了十号玩家 六是为一个机械狼枪 他要去投锦上的原始 起跳为八号玩家 在我的视角里是成立的 且我本人是好人 所以 我觉得战七的边没什么问题 这个 也不是一个很难事吧 然后我给出的逻辑关系 也是 我觉得六号玩家打二号玩家 有点像 有点像打队友 说实在的 锦上我也觉得二号玩家偏不好 我觉得四号玩家锦上 听起来像个好人 因为他留存的是 六号玩家 有可能是机械狼枪的思考量 这个不可能抹去的呀 三十秒 我是战编七号的 因为我觉得八号玩家 单体发言像狼人 且反馈告诉我像狼人 我就先过了 五号家书亚信收到了 哥左摇儿头来的大团圆留言说 请关注书老师 在前在后直播账号 书亚信档游戏号 感谢哥左摇儿头来的大团圆 谢谢 三号家请反应 周五的最后一把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我还以为六是单边 通灵师 验了史诗猎人 跟着六归人就行了 但是七跳的话 我是觉得还是有一点面的 因为前之位基本上 好像能说话的人 都去站边六号玩家了 然后七是一个狼人 既然狼人都选择到狗了 我觉得七是狼的话 是没有必要跳的 所以七是有面的 而且井上我就说了 六号玩家的底牌 不太能是小狼 因为他的那个状态 就很兴奋 他肯定是知道石的底牌的 他要不然是一个狼腔学了石 要不然是一个通灵师 真的验了石 这是我给六号玩家的第一 但井上确实没听出来 他是很像那个狼腔的 然后我会再更新一下发言 谨慎站边 我不能说完全回头吧 回头的话是360度 我站了180度 本来是面向六号玩家的 现在是拉平了 然后我会再听一下三的发言 你井上 你先动着手啊 为什么我就是盗勾狼 当时井上都站边六号 你就说我是盗勾狼 所以我肯定没觉得三很好 七去压三 压一 我觉得还行 这个井会留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六号玩家已经发石 是一个猎人 就是力度已经很大了 我觉得七如果要骗人的话 一定要发出 十一号玩家的具体身份 就是比如说 他验了十一号玩家是什么 他一定把这个身份 报出来 没必要再报精髓了 自己的力度已经很小了 所以他报十一精髓 可能会抬高一点他的面 算听听你发言吧 给你点容错 总是打错你 再听听 但井上确实是 他打了我 然后一号玩家的发言 我跟一号玩家观点 不太认同的就是 他说六如果是个狼枪 学了十号 他就不会给十发猎人 但是我觉得 他第一个起跳 一定要给十发猎人 要不然他没有办法给狼队友 传递信息 就是我想一下 如果他给外主卫发 真的发对了的话 别人再以为他是通灵师 把他给砍了 只有他是狼枪学了时 然后狼队友才能 就是盖到才不跳 所以我跟一号玩家 可能顶上这点 不太不太一样吧 所以我会再更新一下 一三的发言 然后五十没听出来 一定是狼队友 我觉得他聊得还行 我再更新一下 我过了 当好在十发言 我还是觉得你是狼 勾到一半不勾的了 不是这个 七怎么做语言家呀 七说六是狼枪 八是原始七号位 六第一个发言 给十发了个猎人 十发完言说 我是个猎人 到八发言 八的底牌如果是个狼 六的底牌是个机械猎人 八凭啥不跳啊 他就不怕六是个通灵师吗 他们得是怎么样的心电感应 才能让八号玩家 一个小狼觉得 六一定是个机械狼的 所以五号玩家 你的发言逻辑 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呀 对吧 这个逻辑我觉得没问题吧 就是六的底牌 按七的逻辑说 八是原始七号位 六的底牌是机械猎人 六起来给十发了个猎人 十说我是猎人 八十个狼 他也不跳 他就不怕六是个通灵师吗 他一定得断定七十个通灵师 六是他们的机械大哥 然后选择引下去 我觉得这个也太不合理了吧 所以编还是站在六号玩家 四号玩家 我没搞明白什么个情况呀 那个锦上说站边六 锦下听七发啥言了 我觉得七发啥言只能降低他的通灵师面 还要来验我 这个饼 锦上五不就说我包包站对了吗 对吗 我是觉得六如果真的是个机械猎人 学了十的猎人 就给十发猎人 这是什么操作 这太容易大小狼撞车了吧 对吧 那你比如说八不是原始起跳位 那其他狼跳了 那两个狼一跳 七再跳个通灵师 这狼不是直崩吗 所以我没听懂五号玩家的上票的理由 我也没听懂四号玩家逻辑 你们就硬要把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往古杂复杂的方向引 那不就七号玩家想 给你们营造气氛吗 但这所有的基点都得是 八得确定六是个机械大哥的情况下 八才能不跳 所以我觉得从逻辑上很难构建 对吧 而且十现在是厂商单边猎人吧 听十的呀 十你凭啥说我是狼 我帮你站边 你心里不会就是这么想的 你本来可能没想到这一层 还在犹豫的时候 我帮你坚定了一下 然后你还来说我是狼 我就很搞笑 你十号玩家 你还玩狼吧 我觉得你还玩狼玩得好一点 别的没了呀 我站边六 我觉得七号玩家就苦 但是我唯一存一点疑惑 七跟五两个狼 你也太横了吧 就硬着来 硬着来 但逻辑上是不同的 好吧 我觉得可能就四五七吧 外主委再开一个 开一个 可能四号玩家是个大哥 发现局势有变 就先这样吧 二号玩家是六号玩家攻击 我听见二号玩家发言吧 好吧 别的没啥 那不是猎人在那里坐着呢 听猎人的呀 听你的行不行 过了 二号玩家先发言 因为五跟六都攻击了我嘛 然后我自己底牌是好人 就我会选择六号玩家团队更像好人 因为我可以接受六打我的理由 但是我不太能接受五号玩家打我的理由 六号玩家攻击我是因为 他觉得我井上没有一定站边他 他觉得他发言足够自信 所以我可以接受啊 那五号玩家打我是为啥呢 就是你视野里七十个通灵师 我站边 我没有要站边你视野里的汗跳 为啥我在你的视野里是个狼人呢 所以我不太能接受五号玩家发言 然后四号玩家井下发言 有一点的问题是四号玩家攻击到一号 首先一号玩家是被九号十号十一号 同时劲保过的人 我觉得很难跨过九十十一去攻击到一吧 然后我觉得没排水的位置就是四号十一号呀 因为十一号井上说一号三号四号大于二号十二号 但二跟十二里肯定要有个排序啊 因为十二号保过二号 十二说跟二逻辑完全相同 你觉得二跟十二里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呢 二跟十二拉平吗 所以我觉得十一号井上发言也很像匪徒 然后我倾向于可能是很极限的东西啊 就是八号玩家井上听到了 已经听准了七跟十一是一个团队 所以七号玩家出来救十一 因为八井上说觉得十一是狼嘛 觉得七跟十一比较像见面的两张红狼 所以七号玩家出来救十一啊 所以这是我觉得可能狼队格是吧 可能听错了 十号玩家 你猎人怎么表情那么抽象 那我也听听十号玩家猎人的意见 我也听听 因为五跟六打了我 我肯定是不能接受五打我的理由的 然后我自己是好人 我是比较能接受六攻击到我的点 然后井下疑似要战边七的团队的发言 我是不太能接受的 然后我觉得四号十一号都不太能排水吧 因为十一号井上攻击了我 第一把你攻击我 我当时是个狼 然后你是个狼 你确实是个狼 然后这把我是个好人 我肯定会觉得你更像是个狼了 所以我觉得七号十一号很像两个吧 那我再听听 我再听听 我是好人啊 我是好人 我过一遥了 一号玩家请发言 谢谢呵呵宝宝的头上 可是六号唯一宝的一张牌是十一号唯 然后我应该还是战边六号吧 我也觉得是 如果六八两个狼 为什么确定八不是同龄是而是机械狼呢 然后七号唯 刘的警会刘是三号一号 我可以接受他刘四号九号 因为四号战边六号 三号六号如果是两个狼 三号看四号战边自己狼同伴了 说不行你是盗狗狼 除非他说这三认为六号是通灵师了 他没觉得六是机械狼枪嘛 这也说得通 但是他也没说 然后九号十号都保过我 尤其是九号 他说咱们那个一六九十是四个好人 所以验好像也应该验九号 十号也说我是好人嘛 所以我觉得四号九号或者九号四号警会流比较合理 认为六是狼三起来攻打战边六号的四号 所以说三号他没井上没分清 自己的狼同伴是六号 他以为六是通灵师 这点可以接受 但是我也是觉得八号为什么不跳 万一六是就是通灵师呢 该起跳还是得起跳的 我觉得他们原始的那个啥 原始的狼 但是六号就是井下有一点保 十一保太快了 十一井上发了啥我的汪 但综合来看 我还是沾边一下六号 五号你说二号是狼 二号现在沾边六号 二六两个狼 他们俩说你是公共狼 六号说你是狼 五号说你是狼 我再听一下一会儿更下二的发言 反正也不是他的论次 信六就出七 信七就跟七出八 是觉得六是通灵师啊 二号一会儿 今天不是他论次 明天我再听一下 反正他攻打五号沾边六号 跟我沾边也不冲突 所以就明天再看 别的就没什么了 我过了 十二号你要去发言 我还是比较想沾边六号吧 然后虽然六号保过十一号 但是虽然我真的没有听证十一号 因为我说过 我觉得二发言比较好 然后你是直接说 我觉得你可以说 我们点评三四不好 但你说我跟二号笑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笑的太开心了 那我觉得你打 你这轮打我跟十二是狼 原因跟你第一轮是狼 打别人是狼 原因是一模一样的 我也可以攻击你是一个狼呀 所以我没有觉得 十一号一定是个好人 因为你打我 打我是狼的原因 是因为我笑的很开心 所以我没有觉得十一很好 六保十一嘛 是我觉得不太像的点 但是我觉得六是一个狼 他首先他自己 他前面体俏的时候呢 所有人都说 从四到我这边都说 他很像一个通领师 那我很难解释说 狼为什么不跳 因为他没有传递过任何信息 他可能是一个狼仓起跳 我觉得他大概率 就是一个通领师起跳了 然后但是我当时 没有听过十的发言 我没有完全坚定的占面六 然后我也说过 我觉得 我觉得一到四 不可能不开狼嘛 然后我觉得狼都告诉我 六身份一定发对了 那我觉得他大概率 就是一个通领师 然后所以我选择 选择去站边六号 然后五号是听过六号的 更新发言的 六号说的是 他觉得 他觉得是二号偏不好 然后要探知一下我的底牌 他说二号 他其实验的不想验 其实他其实那个 反应是有点像打二为狼的 然后你还要去打二号为狼 二六我觉得是做不成双狼的 我觉得独立天话 我觉得五号比较像狼 所以我会去选择去站边六号 然后七号给出的观点是 六号是一个狼枪 八号是原始起跳位 八号我没有一定听出来吧 但是我很难接受 六号是一个狼枪 他仅前传递的信息 以及我们所有人 给出来的观点是 六号非常三个 是不太像一个狼枪 我觉得他没有传递出来 他是一个狼枪信息 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 小狼一定选择不跳的原因 然后我还有点就是 我没有听证十一号 并且七也没有给出 十一号的具体身份 所以我目前还是会选择 去站边六号 然后会再听一下 十一的发言 然后我底牌是一张好人 我可以接受 一个六号来验我 因为你觉得二不好吗 我去保过二号 我觉得你验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我目前还是站边就好 我过了 十一号玩家是发言 我得再听听 我是真的得再听听 因为我觉得七号 它很像的一个点 是那个位置 包括前面八号玩家 已经打过我 然后我在前面 给出了非常多的身份定义 然后七号发我金税 因为六号玩家 所有人都说 六号玩家的力度 已经非常大了 然后七号玩家选择 给我发金税 写不过身份 就是 其实把自己的面压得很低 所以这个是他很像通灵师的面 然后五号玩家 原始发言 他说的是六号玩家 因为打了二号玩家 所以他认为六号玩家 是在打自己的狼队友 所以不疼 所以打的是二号 六号为两个狼人 二号玩家 我今天听你发现 你还是狼 但是我在想 你是不是打电飞 因为你打四跟十一 好像打得有点无成本了 你的那些打我们两个是狼 你甚至都没说四为什么是狼 你直接就把四七十一打到一个团队里 所以你好像 这个发言出来很像电飞了 所以六的面还挺高的 包括前面 八号玩家如果为狼人 八号玩家为狼人 看不见六七 他看不见六七 那个位置为什么不跳 他的原始还跳位 然后六七 六已经发了十号猎人 十号认了猎人 八号玩家会认为六号玩家为猎人 选择不跳 然后跟七直接拉成四PK 八是小狼 也看不见棋 也看不见六 然后选择让六号玩家做单边通灵式 所以他只能 你们只能这么爬嘛 对吧 做单边通灵式 然后先跟七拉个PK 因为他看不见棋 好像有点极限了 所以六号玩家其实面还是蛮大 这么听过来 六号玩家里面还是蛮大 所以我觉得二号玩家你正面六不是真心正面六 六号玩家前面通篇的发言 大部分的拆齐了十一号为什么十号人 七号 是什么理由保下了十一号 是因为七号想要十一号的票 然后给你解释了很久 你正面六号玩家 好像不太能够得到我十一号吧 然后12号你说七号人家是要救十一号 我好像除了八号人家没有人说我是狼 七号人家为什么起来要救我 这个救我的点是在那儿的 我也没听明白 但是现在目前我听二跟十二在面六的都很像狼人 所以我还是得再听一下七跟八的发言 我要考虑一下 那是什么狼 我真没太听证他们两个 但他们都在面六 但我觉得六目前来说在我这整体格局上面发言上 面还挺大的 所以我要攻击一下七八的发言 我是好人 我过了 十号才请发言 我还是先沾边六号 然后我觉得二三都是狼 三号玩家你输出的那个逻辑 是可以当逻辑盘 但是不是一定的 因为八号玩家可以是小狼 不认识六 听七跳不跳 对吧 他听七跳了 OK那就不用跳六是狼枪 那七不跳他就自爆 七发言他就知道了 所以为啥说他的视角里六一定是单边通灵师 他后面还有七没发言 而他发言有大部分提及的 他说七如果跳的话一二三三一 七如果不跳的话那一二三三二一 对吧 所以你那一点不是能构成一定占边六的逻辑 其次是你占边六 他点的是二十二 你追着四打打两轮了 锦上你说四是狼 六说了没觉得四是狼 他说二十二觉得像狼 你锦下四还是狼 为啥四是狼 四是狼锦上先倒勾一手通灵师 然后盘一手通灵师狼枪 锦下再说 回半边头 所以我觉得你发言不是很像好人 二号我觉得你肯定是狼 如果今天分不清 我觉得都可以外搂你 但是不讲道理 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们 因为你站边六 你说不能接受五打你的点 你能接受六号完全保下的 六号唯一定点对话的是十一 他说十一你肯定是好人 因为三二一一二三 你说你没有听证四 没有听证十一 而且六说要验二和十二 是因为他觉得你是狼 十二是学了你的狼 因为他保了你 那你自己是好人 你对话十二 你说十二号我是好人 那我就觉得十二不是学了你的狼 那外之为狼是谁 你觉得四十一号 十一是七发的精髓 六唯一保的人 四十郎还有一张狼在呢 四十郎三就是好人 对吧 那一是没有人聊一 我是单边精髓 九号你觉得是狼吗 所以二号玩家你发现很像狼 然后没啥 我觉得十二听着不太像狼 我自己更新完 六号说的是他觉得二像狼 十二学了二 但我听的十二不是很像学了二的狼 如果二是狼的话 我自己听的 然后我觉得三比较像狼 至于六七 这个都能盘 你说八是小狼听七发玩言 看七跳不跳 再选择自不自爆都能盘 也能盘说七是狼 为什么要跳 因为井下有一张五号 反正无论如何六都没紧回 双爆也是捐两个狼 跳了也是捐两个狼 没差别 所以可以跳 但是这个肯定不构成我完全战边六号的点 我现在只是觉得六号力度偏大 然后我听的二号三号都挺像狼 而且三号井上战边六一直打四 有点像在电飞 所以我可能还是觉得六号偏像一点 但是我还是要 还是更新一下 保持更新一下 没啥了 我目前觉得我觉得我是女巫我就读二了 你自己要是女巫你就会自己看着办 我先战边六号 然后没啥了我过了 九号呢 西方言 我会战边六号 因为六号打二号 我觉得打的是狼啊 那二号怎么能战边六号呢 虽然五号也打了二号 那六号在七号的视角里作为一张狼枪 为什么要去打自己的队友二号呢 二号井上的发言 我觉得没有那么那么可以被定为一张狼人牌 但是六号打二打得很坚决 他在众多茫茫中的选择中 呃 偏偏不要二跟十二的好感 这是为什么呢 是吧 而你二号你肯定是狼 因为你战边六号 你来六保了十一 十一十七的精髓 这个你都不知道 而且你打四十一是 我觉得是乱打 首先你打不到十一 你战边六就打不到十一 因为六号明确说过 十一是七号想骗票的人 因为七号要投八 就是为了买十一的好感 这这是七号的 这个是六号井上的原生态发言 然后五号说六号打二是打队友 这个也不太成立 所以我战边六的那个情况下 狼人我会认为是二五七啊 还有一点值得深思熟虑的 就是六号作为狼枪 他在高之位不知道 后面格局情况下 学了史诗猎人 他到底会不会跳 他会不会跳 那他是否在他的那个 他是机械猎人 那他的后置位 比如说他知不知道 七是什么身份的 那像本局游戏 他真的是狼枪 现在结果论 七是那个通灵师 那他是不是永远开不了枪 因为大家战边七 一定会外楼小狼 盘不到他是机械猎人 那再者 他如果真的是机械猎人 我觉得发猎人 也有点太明显 再加上我井上的确听六号的发言 的确觉得他比较像通灵师 不管是从状态还是什么 然后二号是狼 我觉得他像电飞 所以我觉得抬了六号的面 因为六打了二 在我这加了很多分 然后五说六打二是打队友 在我这五跟七的团队 扣了很多分 别的没啥 反正我就战边六号 然后再听一下七号八号的发言 十号也是猎人 我自己的确是好人 十一 十一是作为七 那个七号的精髓 六号保的好人 所以我自己是好人 九十十一 还有我依旧觉得 井上厅的一好像好人 如果六是通灵师 七是狼 那八可能就是好人 因为七今天定点要投八 而且今天轮次 肯定是七号跟八号的轮次 因为七说六是狼腔 所以我们再仔细听一下 七号八号的发言 他七号八号发言之前 我会觉得六号比较像 不管是从他的发言 还是从他的力度上 都比较像通灵师 然后我会认为 二五七十三了 我过了 八号的是八号 我肯定不能在今天白天出局啊 然后那个 其实前面说 如果我是狼六是狼腔 我在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判断 但这个真不能做成逻辑 因为我是狼 我一定就不跳了 六号是狼腔的话 七号玩家跟他对挑 那七号玩家如果不跳 我就自爆啊 对不对 六号玩家这个预言家 这个通灵师的力度 我也跳不过 所以这个不能是铁逻辑 铁逻辑是你们觉得 六号玩家的单体发言 像狼腔吗 六号玩家如果是守志位 给十号玩家猎人 发的身份的 一张狼腔牌 那他至少要给狼队友 递个话吧 六号玩家在井上 只抱了十世猎人 他甚至连牌都没有保 他如果是个狼腔 他得抿一下谁像狼 保保自己狼队友 递递话 或者让自己发言稍微差一点 不然的话 小狼队友 无论在后面哪个位置 肯定会觉得六号玩家 是针通灵去对挑的 但是六号玩家井上发言 这个是大家都觉得很好 那他就不太 底盘的作为一个狼腔呀 他没有一个狼腔的格式 所以本觉得突破点 不是说我是个狼 或我是个好人要干嘛 而是六号玩家的单体发言 他不能是一个 第一个发言的狼腔牌 所以不能打六是狼腔 八号玩家是小狼 然后别的位置 我就不打太多了吧 我觉得验人的话 其实因为十号玩家 好像攻击的是三号牌 然后十一十二里面 十二号玩家打的十一保的二 我觉得在十二和三里面 演一下会好一些 然后二号玩家 其实我井上没有觉得二很像狼 井下的问题就是 在六号玩家已经保了十一的情况下 二号玩家还去攻击十一 但是我觉得二号玩家 有一些像狼一点 是五号玩家的发言 因为五和七 在我眼里是两张狼 然后我觉得大概率是见面的 红狼牌 当六号玩家一张通灵师 把二号玩家的票 就六号玩家已经在攻击二了 如果二是一张好人牌的话 二这张好人牌的票 已经可能不会在 真通灵师的团队里了 五号玩家作为一张狼人 不要二的票 反而是继续把二号玩家 往外打 他没有说二号玩家你是好人 你本就要跟着我们站边 他的发言是 他觉得二号玩家 像六号玩家做身份的狼队友 所以我觉得五也像 在拿二鞋板子 那如果是这一点的话 我会觉得五可能认识二 因为他觉得二号玩家 被很多人打了 所以他在攻击二 去博取外智瑞好人的好感 因为我觉得没有道理 不要二的票 所以五的发言 会让我觉得二的肥面 又提升了一些 但是如果按这个格式来讲的话 二五七就只能是三张 见面的红狼 然后外智瑞还有机械狼 然后我是好人 我不能在今天百天出局 没有什么了 过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我就验十二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十二 因为第一次跟你玩 但是我没有觉得你一定是狼 但是你那个东西说出来之后 让我不理解 因为你说你没听证十一号 那么你就认为十一号玩家为狼 对吧 那六号玩家是保了十一号的 你怎么还能占边六 这都是怎么玩游戏的 然后我是有景辉的 三个人投桌票我就没了 九号玩家我听也不像狼 那个二号玩家 因为全世界都打你是狼 你的发言我都不知道 你们上海那边就这么玩狼杀的 你说我是 都不提我 就一直提六号是通灵师 我一直在听我哪发言 没让你认下来呢 没有 你站边六是因为五号玩家 因为五和六都打你是狼了 所以你站边六了 这是怎么 我不知道二号和十二号 你们的游戏风格是怎么达成的 这个游戏的风格 然后五号玩家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他 他是个机械狼 或者说他是个六号家同伴 他故意打他你 把你票垫走 也没有这个思考量 就玩了这么久了 是啥 然后从三号家 盘了一个伪逻辑 全场人都拿这个东西 说什么 六号玩家怎么就第一话 小狼就不跳啊什么 直到我要出的狼人替我说话 他说不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他是小狼 他就看我跳不跳 我只要跳了六号就是大哥 我要不跳他自爆 这不明显的吗 你们记不记得三号玩家 说过什么 三号玩家说今天这盘 狼人就别跳了 六号玩家力度挺大的 三号玩家打了四号玩家为盗勾狼 他把四号的票往六号的队里打 三号说四号玩家盗勾 我觉得这盘狼人就别跳了 跳不过 这些发言你们都没有记吗 那我们再说六八的关系 八号玩家是不是在我发言前 打了十一号呀 八号玩家说十一号底牌为狼 对吧 他说了十一号玩家底牌为狼 到我发言了 我验了你是个好人 我为什么不报十一号玩家身份 因为六号玩家是狼枪 我为什么要报十一号玩家身份呢 他是平民是神 我都不报 因为我已经认死了 他是狼枪了 我肯定不会报 我现在即使我现在算完票 我也要出局了 我也不能报 但是你们听六号玩家发言 八号玩家是打了十一为狼的 六号玩家为什么要去拉十一的票 因为他票不够 他发票不够 因为警徽在我手里 他想出我 他需要几个好人站错边的 你们算数 六号玩家第一句话 他说七和八相在做身份 这话怎么理解 他认为七号要外置位出八 八号底牌为狼 因为八打了十一 他保了十一 他在要十一号的票 那么六八对于十一号玩家的身份 判定对吗 不对 六号玩家说 他认为的狼是五和七两张 二号玩家为狼 他要去验十二 八号玩家在他十一号里消失了 没了 我今天就归八 我就验十二 我给你们自己看着站 四号玩家发言请述 高安家请在推 做好投票准备 警长归票 八号 高安家请做好投票准备 三 二 一 请出票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七号 九号 十号 十一号 投票给八号 八点五票 一号 六号 八号 十二号 投票给七号 四票 八号玩家八点五票出去 请发表一言 哎呀没什么疑言的 我说平民走的 然后那个 我觉得守卫晚上 要不要自守好一些呢 因为我是个平民走的 现在是民少 他们肯定当民对狼来说 是更赚的 嗯 当民对狼来说更赚 守卫自守 这样你可以留着后面的轮次 去守民 嗯 一号玩家笑这么开心 你是狼啊 你怎么还捂着嘴笑呢 有这么开心吗 我一个平民出局 我不知道 那他一号玩家不是投的七吗 你在笑什么 嘿你为什么要笑啊 你不是跟我们站边 怎么我出局你这么开心 谁吃毒呢 太多人站错边了 因为十号玩家 你的 你的金水猎人都站错边了 所以我可能对外之为的好人 就会多很多很多 容忍度吧 觉得九还行 十一也站错了 哎呀 二投的好像是七 三四五 七九 十 十十一 我找不到好人 怎么办呢 读个五吧 就读个五吧 因为读五一定是定狼 读七一定是小狼 读五还有 三分之一的概率 能读个机械狼 但八成也不是双刀狼 因为双刀狼它不会冲 只是歪追太多好人 站错边了 实在找不到谁是大哥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出局的时候 这个位置给女巫精准的 指一个大哥的位置 真的指不出来 但是五是定狼 然后也有可能是 小狼 七 也有可能是大狼 七号玩家一定是小狼 所以读一下五号玩家 然后因为我是平民出局的 所以 我觉得守卫可以 自首 因为狼今天晚上 就只能去刀名 或者是刀守卫 他们不可能去刀一张 六号玩家通灵石 也有可能刀案通灵石自爆 然后去外之位推人嘛 因为你们很多人站错边了 但是我认为狼刀名的话 对他们来说 赢的捷径会更大 所以我作为一张平民 我可能能够给到的建议 就是守卫自首能更好一些 或者你自己晚上去想吧 然后我为什么是好人 七为什么是狼 因为我说了呀 我就是害怕七号玩家 在墨诸位拿那个逻辑去打我们 所以我说八号玩家 无论是狼还是小狼 无论是狼还是好人 这个位置都不会挑 但是你们单听六的发言 六不能做机械狼枪 六号玩家这个人的独立发言 就不是机械狼枪 六是机械狼枪 他本剧游戏只知道 十号玩家是猎人 他不知道谁是他的狼队友 三四五 他都不知道谁是他的狼队友 他得给小狼递话呀 你说你们觉得我是个狼 我这个位置可能觉得 他机械狼枪我不跳 那别人在那个位置抿不到啊 他必须得保小狼 他的发言 你们记得第一天六号玩家 警察发言 他没有一句在递话保人 他的发言就是一个通灵室的发言 因为他发言不差 足够好 所以他不能是机械狼枪 本局是听六的发言 不是听我的发言的 而且我自己发言 没有什么问题吧 过来 8号战连结束 收发动技能 5 4 3 2 1 天黑请闭眼 首位请睁眼 继续的剑鸟手 布团家 首位请睁眼 老人请睁眼 老人请选择机械目标 5 1 2 1 1 1 2 2 1 2 2 1 2 1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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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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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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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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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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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3 首位是张言 请选择见你要守护堂家 请选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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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见 我觉得 首位是张言 请选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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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见